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今天这么早啊 谁又惹我们家大小姐生气了 谁又惹我们家大小姐生气了 去问问你好朋友记之下 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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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下怎么了 之下怎么了 之下 之下 你跟唐晓怎么了 昨天的事就是这样的 确实是我的错 唐晓生我气也是应该的 我给她发微信她也没回 你回去帮我跟她道个歉吧 唐晓这个人的脾气就是这样 说话特别直接 你就别往心里去了 我和钟远能够在一起 是因为我们两个真的很像 我从来就没有感觉过 真正被人爱 包括爸爸妈妈 但钟远从来都不吝啬对我的爱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也闹矛盾 但她却一直守护着我 其实 她是一个比我还要孤独的人 她不会和人相处 身边也没什么朋友 但是她很温柔 也很珍惜我 也很珍惜我 所以我也要珍惜她 我要努力 让我爱的每一个人 都幸福 快乐 我懂 作为朋友 当然会理解你的 你今天怎么没有戴项链呀 之前不是丢了一条吗 我害怕再弄丢了 我就把它收起来了 之下 你看这样好不好 回头你带钟远 跟我们小白屋的人见一面 说不定大家能玩到一起去呢 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努力试试呗 可是唐小孩在生我的气 他会接纳钟远吗 唐小这个人 偶尔也有温柔的时候吧 来 请唐领 一可 嗨 小人 你好 所以我们现在 就等唐小了是吧 还有一个新朋友 还有一个朋友 是钟远 他去停车了 我今天想把他见给大家认识一下 太好了 早就想认识你的另一半了 钟远 过来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的丈夫 钟远 钟远 这位是萧然 叶可的室友 哦 对了 萧然还是一位 很优秀的造型师 跟志向常常切磋的 你好 你好 我们坐吧 我来 来 先喝水 谢谢 听说今天有人要起磕酒 我可就穿了我最喜欢的衣服来了 唐小 志向 你今天的淡妆很漂亮 谢谢 实际上 今天我是想要把钟远 介绍给大家认识的 张强没来吗 他就认识什么照当我 这家伙做得扫心 萧然 老样子 没问题 你们要喝什么 随便点 你想喝些什么 今天我请大家喝些 感谢大家平日里 对志向的照顾 很高兴认识你们 别这么客气 按规矩 玩骰子 说的喝酒请客 我今天开车 喝不了酒 喝一点吧 可以请代驾 萧然调的酒 跟外面不太一样 你们尽兴 我不爱喝酒 我喝吧 萧然 你帮我调一杯好喝的 好啊 念梦记忌 连个女人都不乐 吃下喝不了酒 他对酒精过敏 你给他调一杯五酒精 这杯我来 可惜张强没来 不然他能在这儿 找到他的榜样子 小说两句 谢谢 不如我们大家一起喝一个吧 好啊 很高兴认识总理 来 我去 我去一趟洗手间 我们自己喝吧 我们来喝吧 谢谢你啊 萧然 没事 萧然 再来一杯 萧然 你们等我一下啊 吃水果 呦 唐晓 难得在这里见面啊 怎么 甩了我兄弟 来这儿泡男人 干你什么事啊 唐晓 看不出 你朋友可比你水呢 难道跟你一样 万草丛中过 遍夜不留情啊 说什么呢 好 能不能请你滚远一点呢 相见就是颜色 交个朋友吧 喂 喂 她是我妻子 君子过客 那又怎么样 好 当初唐晓和我兄弟在一起了 我兄弟还有威风心 少乱讲 我只是跟他吃过几次饭 谁跟他交往 可我听到的主意不是这样 她说 你可风起了 请你不要这样说我 这妞 帅 唐晓 你这儿的货 可以 你可以滚了吧 少在这边丢人现眼 唐晓 你这脸 变得比天然快 当初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有事情 你神经病啊 谁跟你好啊 你有资格吗 唐晓 你别理他 先生 麻烦你不要打扰我们了 那唐晓晓的朋友啊 对不起啊 直下 是我不应该选择那个地方 你刚才没撞到哪里吧 下一次 下一次我们换个地方 对对对 我们下一次还是在小白 乌据吧 刚好这一次张强也不在 你帮我们跟中原说一声 真的不好意思啊 今天的事情对不起啊 小然 没事 这种事酒吧常有呢 别放在心上 给 这些水果 是我妈让我拿给你的 谢谢 还有 没有 你腿上的伤好些了吗 没什么事了 谢谢阿姨 还真细心 对了 你之前不是说想学红烧肉吗 我妈把配方都写下来了 你回家试试 谢谢阿姨 上次酒吧的事 终于没有给你生气吧 没有 我都和她解释过了 那就好 那你们俩明天有时间吗 来我们小白屋 我们大家一起吃个饭吧 这一次肯定不会有乱七八糟的人 打扰我们 明天恐怕不行 我答应了养老院的人 明天要过去给他们一剪的 看来爷爷奶奶他们 都还挺喜欢你的 是啊 那些爷爷奶奶很可爱 只要有人陪他们聊天 他们就开心得 像个孩子一样 那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要不明天我陪你一起去吧 上次一个人 的确觉得有些手忙脚乱的 不过你才刚刚归队 应该挺忙的吧 还好了 也没那么忙 回头我跟阿丽 换个时间训练就行 那太好了 又可以和你在一起了 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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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霞姐 又来了 对呀 我们老人家都等着你们呢 不好意思啊 我又过来打扰了 和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 叶可 你 你好 我是之下的朋友 第一次来请多关照 好好好 你们之前认识吗 不认识 对 我们不认识 我刚才记错了 里边请吧 我们都准备好了 好 里边请 走吧 来 我们先把衣服穿一下 稍微低一点头 低一点好 不动啊 不动啊 喝口水 好好好 谢谢 那些药品呢 得全部查一遍 那些零期的 到期的 全部处理掉 要不得出大事情 刚才谢谢你 帮我保守秘密 我不想让她知道 是我联系你的 叶小姐 做好事不留名啊 我先进去了 去吧 之下 你渴不渴 要不要喝点水 不用 我不渴 这是你带里的帮手 爷爷 我是他的小助理 爷爷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 叫叶可 他可厉害了 你是一名我做车手 哪车手 了不得了不得 哪中豪杰啊 爷爷啊 您过奖了 你们要好好珍惜啊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 好多老朋友都入土了 你想见都见不着了 爷爷 我们也是您的朋友呀 嗯 等我们有空了 我们就来看您 好不好 那太好了 谢谢 谢谢了 爷爷 您太客气了 只要我们有时间 就会过来看您的 嗯 走 您爸奶奶 您慢点啊 我的钱 我钱怎么没了 走进楼梯 不是 我的钱 我的钱怎么没了 我钱 一定是你偷了我的钱 一定是你偷了我的钱 你敢偷我的钱 爷爷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呀 不是我 我是给您捡头发的之下呀 一定是你偷了我的钱 就是你偷了我的钱 就是你偷了我的钱 我没清楚啊 就是你偷了我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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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偷你钱 没人偷你钱啊 你的钱在这里已经找到了 不要不要不要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怎么样啊 叶可 叶可 你受伤了 叶可 快来人啊 没事吧 没事吧 你没事吧 没事吧 你快把我叫声 我去医院 去医院 叶可 伤口才刚刚爆炸好的 这样可以吗 我没事 医生刚刚说了 虽然啊 你这个是皮外伤 但是这段时间也要好好休息 刚才那么冲动 想都没想就冲上来了 万一真的有什么事情 那我这一辈子心里都会不安的 难道你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有危险 我都不管吗 我做不到 叶可 你是个车手 你身上的任何一点伤 都会对你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答应我 别再为我受伤了 好吗 那以后你有危险 我就在旁边看着 是 你好 是叶可家属吗 我是 麻烦您去取一下片子 好 好 我先过去一下 喝点水吧 给 谢谢 不客气 你再多喝一点 你再多喝一点 钟远 你怎么来了 真不好意思啊 本来是应该我陪志下去养老院的 我最近工作实在太忙了 没想到还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我这做老公的 也只能打电话到养老院 我现在才知道 真的太适值了 没事 我一点小伤而已 为了知夏 你连命都可以不要 他有你这样的朋友 真开心 等你好了 我一定好好请你吃一顿 知夏 嗯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有什么事情要让我第一个知道 你忘了吗 知夏 我真的没事 既然钟远来了 你就先跟他赶紧回家吧 待会儿孝然就过来了 不着急 你们两个好不容易见面 好好聊聊 我去拿药 我和你一块儿去吧 今天你也点辛苦吧 今天你也点辛苦吧 为什么叶可今天会在哪儿 上一次意见的时候 就觉得人手不够 所以这一次叶可 人手不够 你就瞒着我去找她 人手不够 你宁愿去找一个外人 也不找我吗 不是的 钟远 我之前和你说过 你说让我自己安排 这就是你的安排吗 我上次跟你说了 我要跟他们再起来往 你听不进去吗 不是的 今天 今天正好 你今天正好跟他去一起 明天你跟他去干什么 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有人会在乎 有人会在乎 我心里想什么 是 知夏 他是不是对你动手了 没有 我刚才明明听到了 你没听到 知夏 叶可 你什么都没听到 我求你 你 给我把六点最后的随便 好